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德 去年到今年推出过了不少二次元且带有射击元素的游戏 但风评与命运却都各自不同 有画风独特在似乎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自己一路踏进坟场的暴力魔女 也有让射击从虚拟变成物理现象 玩多了甚至会一滴不剩的Niki 主打从上到下电子风补风 靠堆满各种情怀的404错误游戏 还没出海捞一票就升线所谓鲁滑危机的周末阵线伊诺贝塔 日服上个月已经收摊 台服早就已经放弃治疗 陆服的话也只是差一个公告了 还有出海连连失利 在陆服选择回路重造大改玩法 但目前已经消失年纪毫无音讯的艾塔纪元 还有前阵子让人摸不着头绪主打一个反市场的成白境遇 或者选择PVP让玩家互斗作响其成的卡拉比丘 厂商们都在各显神通 拼命着讨好玩家的视觉以及钱包 以及今天的主角是路德 游戏的开发商为B站旗下的子公司 也是B站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主推的产品之一 甚至为此推出的相关动画《异空战歌》 不过在IP还没做熟就选择豪赌一波的操作 实在是很迷啊 这大概就是有钱的任性吧 不过你B站都已经亏损到一副随时跑路的状况 还这样乱撒钱好吗? 并不是人人都能当赌怪啊 而游戏从二侧崩盘三侧大崩盘 口碑都一路向南逆向生长 似乎注定了开服当日就是继日的势头下 也罕见的进行试测 对市场再一次的试探 那这次是否有足够本钱调起玩家的胃口 就让我们来818吧 斯路德 剧情世界观中 人们住在名为凡的建筑下 躲避来自异身体的攻击 其中名为Revel的组织 统领着名为斯路德的少女们 骑着扫手外形的武装 飞上天宫为人民战斗 期待着有天能夺回失去的蓝天 重回自由之下 而有天在魔场大规模战役中 少女们纷纷隐落 只剩下玩家扮演的主角存活下来 而正当主角对现况无力的控诉时 一位神秘的少女突然出现 给主角一段谜语 以及最后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 而再次睁开双眼之后 原本的世界线改变了 眼前战争已经结束 少女们都满怀笑容的影像主角 世界似乎被修正成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以及另一段故事的开始 剧情采用道序法 在序章结束后 第一章会从三个月前的时间线 解释思路德以及天空怪物的来由 整体先不说剧情老不老套 演出真的是挺单调的 没配音而且只有简单的力会呈现 BGM也是来来继续那几首 除了偶尔会穿插3D动画以外 整体读下来都挺枯燥的 而且序章其实也挺莫名其妙的 氛围塑造并没有很到位 玩家可能还没有感受到悲壮 情绪就被切断了 结果就变成一个在开头上 应该最为重要 但又缺乏足够的品质来支撑 甚至你把它裁切掉也没有多大影响 而后面的剧情 那部分也都是在打流水仗 不断重复着危机跟客服的循环 通过一款2023年游戏来说 剧情方面的吸引力是明显不足的 而美术方面 3D与离会难得握手言和达成统一 终于不再是各画各的毫无关联 而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待机动作以及语音 人物的表现细节上也还算不错 不过这个人设方面怎么说呢 只能说它非常安全 没有那种一眼5R5的惊喜感 有点像是参考市场模子画出来的模样 有些角色我看上去 第一眼还会联想到别人家的游戏 不过不求无功 但求无过啦 至少渲染正确就足够迎合市场了 那稍微小抱怨一句 明明我都是用官方的PC端的 画质方面还是有点小崩 这方面的建议还可以再优化优化 那养成依旧是等级技能武器老三样 而突破还是走抽水片的机制 看来厂商在找到下一个能捞钱的模式前 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个轨机制了 本来有类似隔壁摄影物的系统 但这侧也把它改掉了 所以能体现机体差异化部分 除了突破 就只剩下武器系统 来源方面可以免费刷 也可以靠抽 不过强度方面 懂的都懂 你还针对武器重复洗裂词条 算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养成点 但因为在主线推广上 武器强度并非硬性选项 也不影响体验 所以这点养成机制来说还算是挺友好的 那战斗方面为3D射击 并且可以7人上场的4人小队组成 遵循常规属性克制、输出、普助、奶妈等体系 玩法上是更偏向传统弹幕设计 然后改以技能为主导 但却没有队伍的QT系统设计 这点也算是挺可惜的 而原本机制上本来有照搬、原神、元素反应的玩法 还有与天气交互的环境影响 但被喷音喷以后整个砍掉了 虽然我反差下觉得 这其实是可以值得深挖的系统 厂商被别人喷 绝对不是单单学这么简单 元素兼的搭配相生相克 不光说游戏了 这是在古早小说里面就有的设定 你只要做得足够好玩 绝对会有人帮忙说话的 而即便你砍掉了元素反应 也只是减少了一种增伤搭配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优客方式 99%的战斗体验 还是为了要在技能施放上 并没有因此改变底层的战斗逻辑 而操作有没有可上下移动的利轴 但前几车玩家反应操作的体验不好 所以砍掉了只剩下XY轴的位移 而且为了照顾手机玩家 也让操作简化了不少 只要战斗准星呈现绿色 就代表敌人是在可攻击范围 你施放任何技能 都能自动追踪到范围中的敌人 非常的懒人傻瓜 而游戏某种意义上 真的是难得可闪躲攻击的弹幕游戏了 否则类东方需要你硬拼操作 或者是根本没要你闪的那种战力游戏 然而 不知道是开发团队缺乏创意 还是技术力有限 目前关卡主要分为两大类 波置出怪以及窗环是金币 波置出怪如字面上一样 固定出发点源后会生怪 而怪物都是傻傻的固定标吧 射就完事了 那窗环就挺无聊的 加速闪躲攻击抵达终点的小游戏 然后就没了 设计上可说是非常的贫瘠 没有任何机制或者惊喜可言 游戏中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元素反应 但刚刚也提过 玩家的实际体验上 还是着重在靠技能来清怪 导致我从第1章玩到第6章 除了远方的背景跟怪物略有不同以外 都是在机械式的重复操作 甚至连章节boss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除了出场会有的演出画面以外 领多就是多了一个需要交互的机关 其他人是重复一模一样的战斗操作 你就很像在玩一款需要手动的放置游戏 靠堆砌无意义的关卡数量来拖台钱 然后填充大量很难念下去的剧情 就强行推敲给玩家 如果你是在玩法上的首创 我还能理解 但同类的3D设计游戏 过往也遭了不少先例 像1995年TITO的木星撞击 或者2002年SEGA的装甲龙骑兵奥尔塔 等等等等就不列绝了 还有其他2D类也知道不少前辈在那里 他们都演示过不少战斗模式 就不说操吧 在借鉴别人的关卡设计上做创新也可以 而众所周知 人是死的 游戏是活的 没人说3D游戏 就只能一直维持同个3D视角 偶尔将关卡变成横板或者俯视角 不就能简单增加点变化性吗 或者靠闪避攻击过关 不是也是这种玩法 随便你都能找出不同类型穿插进去里面 结果你们厂商就只回二选一 B站啊B站 你在投入的大量时间与成本下 这款除了套上二次元美少女以外 我是真的完全看不到亮点的 该不会钱是被别人坑了吧 其他方面就是常见的资源本 派遣还有好感互动等 并没有啥值得一提的部分 而这个资源本的设计也很莫名啊 他是采用离线扫荡模式 这点当然没有问题 很节省玩家的时间 不用在那傻傻看片 但你同时间也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如果想去打别的关卡的话就没有办法 而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技术难度的问题 隔壁的环形女色也是采用同个方式 他就不会限制你去攻略别的关卡 实在是想不到厂商限制的原因啊 还有个类似深渊的排行榜 可以靠打怪充分来换点奖励 是个能让克老花钱后能直观看到提升的关卡 果然提升KPI最直接的 还是得靠人与人互斗 而各进方面 新手持21抽内必得限定五星 角色持大小保底80-160 武器持50抽必得 而持后价格约在700元左右 算是挺中规中矩的 其他话就是常规的战令跟月卡 当然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款游戏 是在B站地盘的关系 或者该吐的已经吐完了 已经没有太多热度可以秤 近期的试测评价 反倒少了后水剩时代那些攻击性 大多都是围绕着养成跟玩法讨论 但我感觉 似乎也不是朝向越改越好的方向 反倒有种加快灭亡的感觉 同样没热度没话题也没有人类评的 也包含台服已经上架过的光细节语 靠着他不温不火的内侧 正在安稳的享受余生 那我也常看到有人拿3D跟2D 制作类型不同 所以不能等价论点来为厂商开脱 但事实上并不是套上3D标签游戏 就能在价格方面为所欲为 精致2D的绘制成本可不亚于3D 而且3D的建模成本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会将每个用户付费理由也不尽相同 这些都是要综合讨论的 所以现在看B站影片 到底是在真评测海世界东风 有时候还是得自己细心观察一下 那这游戏应该是不至于像别家一样 突然宣告公布砍掉了 毕竟B站现在亏钱亏很大 能捞一点是一点 结论 人情世子脏脏薄 世事如其橘橘心 这款真的是我玩过 最无聊的一款射击游戏 不论剧情玩法美术上 都并不太吸引人 如果不说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 这款2019年立项的作品 听说还是个重点项目 但我看当时的P的表现 还远比现在看上去好玩不少 我不知道这其中 是听了太多玩家的吐槽建议 还是在市场舆论中迷失的方向 导致成品变成这个奇怪的形状 甚至还有人提到它比成白还好玩 但我之前也提过 成白主要问题 还是出在它那个手机优化跟操作 跟那美术建模上的不讨喜 实际体验上并没有想象这么糟 那毕竟这次是B站的游戏 应该在不久之后 就会透过某个代理商与我们见面了 那到时候各位再自行体验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拜拜 title